岁木年中不少企业举办尾牙 高雄在地超过七十年的红茶牛奶老店 就在脸书上好奇PO出照片 说店长光是年中就领了一百零五万现金 要号召更多人来加入储备店长的行列 消息一出让不少人都很羡慕 不过实际上餐饮业竞争是很激烈的 有这么一间三十年的果汁老店 则说员工真的很不好请 最多只能给到一个多月的年中 鸡蛋拿在间台上 蛋黄熟度要刚好可以爆章 接着和火腿一起夹在吐司里 火腿蛋吐司再来一杯红茶牛奶 这样的经典组合是老套的最爱 它的牛奶味跟加在一起就很相浓 有经过就会过来 这间七十年红茶牛奶老店超人气招牌 红茶加鲜奶外加线口吐司 还有古早味糕点好滋味 轰遍南台湾 目前在高雄台南就有十二间分店 今年业者也在脸书豪气po出 超狂年终奖金 现今捧在手上 这名分店店长总共领了二十五个月 年终奖金高达一百零五万 消息一出大家都好羡慕 会不会很羡慕啊 会啊 对一般上班族来说 真的是蓝天荒业台的数字 而其他店长最少也都有二到三个月 超霸气年中 业者也希望能号召更多人加入储备店长行列 但也不是所有企业 年终给的数字都能这么漂亮 你加三十年果汁老店 员工年终则是只有一个多月 年终那么好真的有点难 这些高爽做不到